这个男人正在接受一场秘密实验 他签下了医生弟弟的生死状 医生立马将神秘血清打了下去 这时 记者阿强悄悄来到一旁 当着他们的面 用手机拍下了全过程 正当阿强拍完刚想离开时 男人却突然瘫倒在地 还吐了阿强一身血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打了神秘血清的男人 不但没有变聪明 反而还变成了丧尸 而一旁的实验者也同样变异了 不管阿强怎么呼喊医生 他们都像是已经知道了后果一样 帐篷里乱坐一团 而帐篷外面 一个刚接种完血清的男人 突然倒地 接着就变成了丧尸 现场的人四处逃窜 变成丧尸的人开始无差别攻击 阿强也从帐篷里跑了出来 但在混乱中 一个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 只见阿珍在用木板反抗丧尸 他上前搭讪差点被打了一板 阿珍果断翻墙逃离 眼看丧尸越来越多 阿强只好翻墙跟上阿珍 在半路 他还摔了一脚 刚捡起手机 一只丧尸就掉了下来 还抓住了他的腿 阿强见状用木板打碎了丧尸的脑袋 接着往阿珍的方向跑去 此时 阿珍来到一辆车旁 看到摊坐在地的大妈 阿强也赶到了这里 两人得知大妈刚失去女儿 一时还没缓过神 直到阿珍拉起她一起逃命时 大妈这才反应过来 三人赶忙冲上车 但后座的阿强却被丧尸拉住了车门 关键时刻 大妈踩下油门 拖着丧尸撞向了墙壁 这才把门关上 在路上 阿强告诉他们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 地下实验组织安排的秘密血清实验 才导致的丧尸危机 他还顺便打电话给电视台爆料 很快 这事情也被新闻曝光了 就在三人逃跑途中 却出了意外 当他和副作的阿珍聊天时 突然一只丧尸拿着路牌走了出来 大妈刚反应过来 早以为时已晚 车子一路撞到了街角的汽车上 无论他怎么启动 汽车都没反应 阿珍见状赶紧下车跑路 他来到一个商店门口 捡起地上的砖头砸晕丧尸后 躲了进去 而车上的两人刚逃出来 丧尸也紧随其后 好在阿强两人躲开了丧尸的攻击 他们也来到了商店里躲了起来 于是 他们开始寻找商店里能用的武器 阿强打通了朋友的电话得知 军队设置了阻挡丧尸的隔离墙 让他们尽快赶到这里 于是阿强告诉了阿珍两人外面的情况 同时也联系上了电视台求救 可电视台的老板 却让他继续在那里进行实事报道 阿强只能无奈挂断了电话 这时 阿珍躲在一旁偷偷注射起了血清 但是被阿强发现了 他背后握着一把锤子 生怕阿珍变成丧尸 但过了许久阿珍依旧正常 直到第二天 阿珍被大妈叫醒 很显然 他注射的血清是正常的 阿强也找到他询问情况 从阿珍的口中得知 因为那天打丧尸疫苗血清时 他懒得去医疗点接种 于是找到了渠道商买了两只 当阿强问他能否再多买一些时 阿珍摇了摇头 这时 电视机里的新闻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原来行动小队被安排了轰炸任务 时间被定在两天后 突然 门外传出了声音 原来是漠视下的混混出来趁乱扫荡 三人见状赶紧躲了起来 而领头的大狼也来到了商店里 他一路走到了三人躲避的地方 阿珍见状拿出枪对准了他的头 并让他卸下武器自己使得让搬家滚蛋 虽然大狼被赶走了 但他离开时的表情却很阴险 随后 阿珍把大狼的武器改造了一番 做成了自己的末日求生产 此时的阿强还想继续调查血清的事 但阿珍不想坐以待毙 自己走出了门 而大妈见状拿着低配关刀也跟了出去 为了跟上两人 他来到仓库里寻找合适的武器 很快 阿珍两人来到了街上 他们看上了一辆车 但周围的丧尸太多把车子堵得水泄不通 好在阿强走出了商店 为了掩护两人 他大声喊叫吸引丧尸 接着开始绣起了大招 阿珍两人趁机从身后跑过去 但阿强一个人终究难敌成群的丧尸 他很快就被逼到了公车上 阿强瞅准机会跳下来 跑到了巷子里 并用螺丝刀卡住了门锁 但他来到路口时 就碰到了一只拿斧头的小丑丧尸 只见丧尸转过头对他大叫 还把一旁的丧尸惊醒了 阿强赶紧捡起排气管砸向丧尸 这一杂还爆了装备 他刚捡起来 就被丧尸推到了墙上 好在一枪干掉了丧尸 还没喘上气 小丑丧尸就一斧子劈了过来 阿强连滚带爬 接着用手枪顶住了小丑的鼻子 可他扣下扳击石 阿强立马被小丑丧尸扑倒了 就在阿强要被丧尸开婚时 没有惊喜的话 惊喜马上出现 只见丧尸一抬头 一辆车静止撞向他的脑来 原来是阿珍赶了过来就吓了他 到了晚上 自己走到了另一边 阿强两人找到了一堆 存满血清的地方 阿珍拿起来一看 这跟接种点的一模一样 明显就不是正常的血清 这时 阿强为了搜集证据 他心生一计 他让阿珍注射仓库的血清 如果出现异常反应 再把阿珍剩下的正常血清 打回去就好 阿珍也答应了他 接着阿强还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只见阿珍注射了血清后 身体开始起了反应 就在他刚要打回正常的血清时 自己却失控了 好在阿强及时上前帮助 这才让他恢复正常 手机也录好了视频 突然 丧尸赶到了这里 阿强赶紧扶起阿珍开溜 随后两人来到了仓库阁楼上 这才躲过了追击 阿强也把视频发给了电视台 血清的舆论直接冲上了热门 这时 仓库外进来了一群员 原来是大狼一伙找到了这里 他们很快就把两人找了出来 阿强还被打晕了过去 而阿珍也被带走了 等他醒来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辆叉车上 看着丧尸步步靠近 阿强开始挣扎起来 却在推开一只丧尸后 不料扯断了燃气管 而一只好心的丧尸 把自己的手点燃 朝着阿强走来 看到此景 慌张的阿强更加的慌张 他看到走来的丧尸群里 有一只丧尸背上插着一把刀 他立马勾引那只丧尸上前咬他 接着用脚按倒丧尸 然后割开了绳子 就在着火的丧尸赶到时 阿强及时逃脱 而一旁看热闹的大狼小弟 也被炸飞的刀子送走了 很快 阿强醒了过来 他骑上摩托车就赶回了仓库 而阿珍正在反抗大狼一伙人的抓捕 好在阿强及时赶到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两个男人一碰面就开揍 但阿强没那么强 被大狼轻松碾压 而一旁的阿珍被黑哥摔在了一旁 正当黑哥开心时 却被捡起枪的阿珍一发送走 接着阿珍赶到阿强身边 打倒了大狼就吓了他 于是两人骑车离开了仓库 而大狼则是被变成丧尸的大妈咬了一口 两人随后来到了隔离墙外 他们刚走上前 身后的大狼却追了过来 他发出的噪音 还引来了成群的丧尸 而且大狼的斧头上还绑了定式炸弹 看来他是想在自己变成丧尸前 炸开隔离墙让丧尸攻陷安全区 趁着警察用枪攻击丧尸时 阿珍找到了武器 上前就和大狼打了起来 阿强也没有怠慢 迅速参与了团战 但二打一居然没有打过 阿强还被一斧子打退了 大狼很快站了上风 两人通通被摔在了地上 接着大狼来到车后方 把绑着炸弹的斧头丢向了隔离墙 但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变异了 就在炸弹即将爆炸时 阿强及时赶到 接着一个指动打戏后甩流星锤 完美地击中了丧尸大狼 阿珍见状赶紧躲到一旁 紧接着 两人成功获救 他们走进了安全区里 就这样 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一个没有心情的夜晚 直到第二天 飞机从头顶飞过 炮弹也划破了那地区 丧尸最终被消灭殆尽 好了 本片是同名游戏改编的电影 玩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